这送出去的东西还有要回来的道理吗 现在这样的事情还真是越来越多了 特别是那些相亲认识的男男女女 恋爱推进不下去了或者是分手了 男生就会想着办法把花出去的钱 或者是给女生买的贵重物品都要要回来 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 最近有一位相亲谈了三个月的女生 觉得彼此不合适了 就跟男生提出来不想接触了 结果这个男生第二天就给他发来了一条信息 居然是三个月以来 请女孩去那些高档餐厅吃饭花的钱 还有给女孩买名牌包包花的钱和520的转账 前前后后也有好几万了 男生说既然你还不知道合不合适 干嘛要花我的钱买这买那呢 我又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既然不合适那花我的钱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啊 所以哪天你方便了把这些该还的还给我吧 结果搞得这个女生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她觉得很恶心就这么着 这女孩啊觉得委屈了就跟我诉苦啊 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做人做事这么掉价的男人 送出去的东西还要往回药 就连分手都要恶心你一下 你知道吗 她送的东西又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 一些千把块钱的化妆品 最贵的也就是一个一万多的包 我当时啊就给她转了两万块钱 然后呢立马就把她拉黑了 这种男人我永远也不想再联系 我连一点退路都不想给她留的 她说呀也挺感谢她这个举动的啊 还好分手了 要是以后结了婚还不知道她有多计较呢 这种日子谁想过呀 这种男人吧就是这么寒酸的 送礼物呢本身就应该是不求回报的表现 不是吗 都说分手见人品 我觉得呀最最屌丝的行为 就是这种送出去东西还要往回药的 真的是决绝子 没有之一了 难怪啊她找不到女朋友 真的是活该 听到这儿啊男生们是啥感觉呢 来咱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话题吧